打開來 這邊 沒想到68次的秋行駕駛突然是你會發現說奇怪這螢幕很小不好看 沒關係我把它全螢幕 這時候啊你的OBS啊就可以當成你的電視螢幕來看了 常在這個臉書的討論區啊看到很多朋友在詢問說 哎我可不可以在這個 iPad上面或者是這個筆電上面 來看這個所謂的 安卓OTT的電視盒比如說像什麼什麼 安博的電視盒啦像這種安博電視盒 可不在這個iPad上面看 那什麼中華電信的這個MOD 可不在這個 iPad上面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是說 如何讓這些多媒體的這些裝置 什麼OTT的電視盒 安博電視盒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藍光DVD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 中華電信MOD 在這個iPad 或者是在 電腦上面來觀看 我們現在iPad上面實現 要在這個iPad上面使用這個擷取卡 你必須要先讓你的iPad 先 更新到你的iPadOS 17 這個版本以上才可以使用 那我們等一下會比較兩支擷取卡 一個是市面上的擷取卡 4K的擷取卡 另外一個是我們公司的一個4K的擷取卡 然後分別啊來測試一下到底怎麼使用 我們先用這個市面上品牌廠商的這個4K擷取卡 然後呢 你在插入這個iPad的時候要準備一個叫做USB-C的Hub iPad沒有綁這個USB-C UVC Player 在這邊 打開來 然後呢這個介面不用管他 這上面左上角有個叫UVC Input 這邊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 有畫面也有聲音 你看 那會有回音是因為他們太接近了 他們有回收的作用 不見得是說 攝影機能用 然後那個 這個這個多媒體的播放盒也能用 不見得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一款 叫做那個Sony的4K的DVD播放器 一樣的道理 我在打開那個App UVC Player 你會看到他會出這個畫面 叫做這個什麼保護就對了 所以啊 你今天要連接這個多媒體的播放來源 可能是中華電線MOD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那可不可以解決 那有的時候可以加一個這個HDMI的分配器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 看可不可以用 你看了我們現在已經接好了 視訊來源接這個接 然後再接分配器 一進二出 接到這個擷取卡 我們再打開剛剛那個App UVC Player 看會不會有畫面 一樣出現這個畫面 叫做 什麼什麼的保護這樣子 並非所有的這個HDMI的分配器 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啊 不是這樣子 你可能要接這一款 他有撥桿嗎 那撥桿的話他有定義 比如說我們現在上上上上就是這個 就是1080P 那我現在調成4K 4K就是上上上下 這樣子4K 那把換成這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再打開這個App看會不會解決這個問題打開來 你看 就解決了 沒有問題 這樣用雖然可以實現 可是啊他要串太多漏重 要串這一顆漏重 然後線材很多 很亂很麻煩 那我就用我們公司這一款叫做 FEBO 179 plus 來做一個示範 把它接上去之後 然後HDMI的來源給他接到這邊印的地方 接進來 然後呢我們再打開App UVC player 然後這邊的 UVC input的地方 按下去 你看就有畫面了 這款的好處啊是他這邊有多一個麥克風進來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接上去之後 還可以做錄影 好 那這款App沒辦法錄影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款App 他可以做錄影的就是這一款 這款叫Jinky的打開來 打開之後一樣就可以直接用了沒問題 你手去點一下 這邊有選擇你的輸入的解析度 所以第一次使用的時候你先選這個1080p就好了 這保證一定有畫面 這樣子 等到確定有畫面的時候你要再更提升 你再選高一點 如果有畫面表示說播放器是這個 這個4K的 如果沒有畫面表示說播放器的HDI來源不是4K的 好 那麼 這樣就可以做錄影了 我們在錄影的過程中你還可以講話 這邊可以講話 按錄影 哈囉哈囉 我現在做錄影的測試錄影的測試 會混音會混音 好錄完了 我再用這個 照片區這邊來看 這邊 這邊 打開來應該會有 我講話聲音 我現在做錄影的測試 錄影的測試 會混音會混音 好有混音吧 接下來我要測試這個OTT的安卓電視盒 在iPad來觀看 先接電源 然後呢HDMI的輸出 連接到這個盒子 然後我們再打開這個GINKEY的APP 打開來 你看到他會選NASPP 並不是說他吃不到 是因為我們剛才的解析度是不是調到這個 4K這邊我們要調成1080p就可以了 我們再調成 1920x1080 你看就有畫面了 好我們實際來開 一樣的道理啊 這個febom 179 plus也可以在這個電腦的OBS上面使用 我可以用我的電腦OBS當成一個螢幕 那當然也可以做錄影啊 那我等下就用這一款做一個demo 首先將這個febom 179 plus連接到你的筆記電腦 HDMI的視訊來源 連接到這邊有個印的地方 HDMI印這邊 這樣子 請你下載一個APP叫做OBS OBS但是免費的軟體 然後呢你先不用管這麼多 因為你只是為了要錄影或者是觀看使用 你就按 這邊有一個叫做加號 這個叫視訊裝置 然後呢就按確認 去抓這一支4k的擷取卡 4k這一支 好那你這邊要選這個1080p 第一次使用你先選1080p這樣子 好這個畫面就來自於這個 安博盒子這樣子 好現在你沒有聲音啊 沒關係 呃我就再一個新增 擷取音效輸入 好 是輸入哦 然後去抓這個4k的這一支 抓到了 畫面是在下面會動嗎這邊 你看這邊這邊在動這邊啊 雖然啊這邊是有聲音進入到這個電腦 可是聽不到聲音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把喇叭給打開來 你會發現說奇怪這螢幕很小不好看 沒關係我把它全螢幕 好啦完成了 這時候啊你的OBS啊就可以當成你的電視螢幕來看了 要怎麼錄影呢 iPad跟這個 筆記電腦實現 如何讓你的iPad當成一個螢幕 還有讓你的 電腦的OBS當成一個螢幕使用